理财APP 好 理财APP 今天要来关心的是MSCI指数的问题了 MSCI名城日前调降台股权重 台股在11月26号最后一盘 爆出了883亿元的历史天亮 总计呢 上市跟上跪的成交金额高达2427 为什么MSCI调降台股权重影响那么大 MSCI的属性是什么 它对投资基金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要来请教的是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朱岳中助理教授 今天朱老师来到现场了 欢迎朱老师 主播宇全国听众大家好 朱老师我们常听说MSCI调高或是调低台股权重 往往股市都会有一些波动或震荡 那老师首先随便帮我们解释一下 MSCI它的属性是什么 它跟摩根大通有没有相关 OKMSCI基本上它是一个最主要 大家所知就是指数编制的公司 那因为它的指数是最为全世界的各投资机构 甚至一般的投资人所广泛使用 所以它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但MSCI的指数其实涵盖的类型非常非常的多 那以这一次来我们大家看到 就是所谓的综合指数 也就是说它涵盖各种类型的指数 那这各种类型指数包含了也可以从国家的 所以像这一次台湾指数的部分有被调整 那再还有区域型的 所以像这一次的亚洲指数或者是全球指数 新兴市场指数 其实各类型的指数它都有 那在这一次是一并被调整 好那它跟摩根大通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们常说摩根斯坦利是叫做大摩 那摩根大通其实是叫做小摩 在很多很多年前 他们其实是同一家公司 好可是在1929年那时候曾经发生 美国经济大萧条 那也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灾难 好就算那时候美国政府就觉得说 你这些金融机构如果太大了 而且你又包山包海 那一旦呢出了事情 那你可能把银行投资人的这个存 都给拖垮了对不对 对这个存户存钱 你拿去投资给我赔掉了 好所以那时候他就立下了一个很有名的 叫格拉斯格蒂格尔这个法案 好在这个法案里面就要求要分拆 好所以呢 摩根大通就继续保有商业银行的部分 那摩根斯坦利的部分就分割出来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MHCI 那事实上现在MHCI 它其实也是包山包海哦 它除了商业银行没有之外 其他的它其实通通都有 包含了股票证券期货 或者是各种金融资讯财经资讯 甚至连房地产等等 其实简单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投资银行的类型 就跟2008年倒掉的雷曼 其实属性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这大概是MHCI的背景 所以一个是大模一个是小模 对 好那我们知道MHCI指数的编制 它遍及世界各个市场都有 刚刚老师有提到 跟台湾相关应该有至少三个 对对对 那它对于投资基金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呢 好那就MHCI自己的网站 其实有一些数据 就他们写 80%的基金经理人 其实在投资的时候 都会参考他们的这个指数 那80%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如果我们用实际的金额来换算 大概是三兆美金 很多耶 对 而且这只是指的基金的部分 事实上有很多不属于基金的部分 好像各国的各种投资机构 乃至于一般的投资人 其实都会或多或少去看这个MHCI指数 我们就以这次台股被调整 在最后一盘杀了800多亿 好那实际上那一天受到调整的 这个权重的金额 应该在500多亿左右 可是为什么在最后一盘杀800多亿 那不就告诉我们说 多出来的300多亿是其他投资人 不是一般的基金所做的调整 好所以呢 如果把这些通通加进去的话 据估计大概可以到10兆美金 大家就知道这个MHCI的影响力 有多可怕了 是那一天我看台股的成交量 其实跟平常差不多 一到尾盘突然爆出了 上市是有1900多亿的量 那加上桂真的不得了 那我们来看一个被调降权重的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成交量那天是占了 全天成交量超过八成 而且本来是小涨 硬是拉到平盘 是 我是觉得这主要是外资在卖吗 对因为这一次台股被调降 不只是整个指数被调降 其中台积电也是主要最被调降的 那台积电自己这一次本身的权重被下调了 百分之0.2 百分之0.2听起来不大嘛 那尤其他原本权重其实高达36%多 所以36%多调0.2听起来也还好而已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他背后的资金 那个base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想 这个MCI指数可以影响全世界几兆美金的资金 那当然投资台湾的不会是这么多 可是光投资台湾的资金有多少 那你把这个数字乘以0.2% 你就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天 光一个台积电就要被 被砍了那么多下来 其实道理就在这里 因为他占的权重实在太重太重了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MCI指数里面 就台股的部分 台积电这次被下调下来之后 他的权重大概剩下36.15 36.15也是很重啊 你想我一个指数百分之百 光一个台积电是不是就超过三分之一了 好那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先只看整个大盘指数的部分 台积电的权重大概在22.8左右 那因为我们整个台股的大盘指数 成分股多很多嘛 所以台积电的权重相对比较少 所以是22.8左右 可是如果以道琼台股指数来看的话 抱歉 MCI台股指数的话 因为成分股只有一百档 所以相较之下台积电的权重就会高很多 所以他这次被调降之后 那尤其外资基本上他不会看台湾的大盘指数 看的都是MCI的指数 所以因为这个动作 所以当然一堆的基金就都杀出来 所以对台股当天就产生很大的震荡 老师以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观点来说 像台积电的权重被调降的话 他中长期来说一定是看跌的吗 一定是这样的吗 也不一定因为最主要是MCI的指数 他一年会主要有四次的调整 就是在每年 季度嘛 对我们称为季度调整 就是2月5月8月11月 这四个月份 那其中5月跟11月 又称为半年度调整 那像这一次就是半年度调整 那半年度调整跟季度调整的差别 就是半年度调整会有成分股的增加或减少 如果只是单纯的季度调整 就只会有权重的加减满 那所以说你看到这一次被调整权重的同时 其实就有成分股 像你这一次在台股的部分就有两档 就是智邦跟韦影这两档 它是被新增进来的 但是终于是被删除的 所以说因为我们刚刚说 它这一次是所谓的半年度调整 所以就会有成分股的增减 所以自然影响也相对会大很多 是 其实市场遇过MCI调降台股权重 外资可能会流出500亿的资金 是 是真的有这么多吗 有哦 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因为虽然说台积电只有0.2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台股 这一次被下调的权重 其实有到0.37 这个比重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台湾投资人可能想说 0.37才这样一点点 可是你要知道 乘起来就不得了 最主要是台湾在整个MCI指数 也不过才占11%多 那你这个0.37 再乘以整个这个资金的规模 当然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你这次大概预估 大概在500亿到600亿左右 因为也很难真正去精算 不过大致上还是抓得出来 因为他就以现在 持有台股的这些指数的相关基金 然后我去乘以这个权重 所以大家就可以推算出来 大概一个金额 可是呢 这个部分也只是针对 指数型基金的部分 但是有很多的非指数型 就是一般的主动式基金 这个部分也会受到影响 那他们也很多 也可能就跟着杀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股我们才会看到 在最后一盘 为什么不是500亿 而是800多亿的这个天量出来 老师我们每天 在做前一节目都说 台股加权股价指数 可是我们讲到美股会说 稻穷指数 哪打个指数 S&P500指数 那台股为什么是加权股价指数 那事实上全世界的指数当中 绝大部分都叫做加权指数 只是我们在习惯上 对我们名称 在台股的部分有这个名称 因为台湾最主要的整个指数名称 叫台湾证券教育所 发行量加权指数 所以我们的加权 就指的是发行量的加权 而全世界其实绝大部分的指数 都是这样子 但是还是有极少数 譬如说我们每天都在讲的稻穷 稻穷它其实是价格加权 也就是说它是不考虑量的问题 好 那另外还有日本的日进二组指数 每天财经新闻也在报 日进二组指数跟稻穷指数 是全世界为二 是以价格加权的指数 也就是说他们是不看发行量的 那但是其他的指数 即便名称上没有特别去讲 譬如说纳斯达克或是S&P500 他们其实也都是加权指数 都是用量来加权 好 所以呢 因为有加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 刚刚一直在讲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我们都知道 全值最大 对因为它的全值是最大的 光一个台积电 大概它的市值大概就在8兆新台币上下 那全部的台股也不过就35兆 所以大家比例上算一下 就知道台积电影响很大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看道琼跟日进225 它是价格加权 这时候呢 因为不考虑量 所以呢价格越高的对指数影响就越大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台湾 大家比较熟悉 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 如果台湾也是用价格加权 那影响台股指数最大的就不会是台积电 大力光 对而是股王大力光 因为它价格最高嘛 好 所以说这是在指数上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 是 讲到台股 我们也来讲ETF好了 其实我身边有蛮多人喜欢买ETF 就觉得说可以在台股投资嘛 也蛮省势的 那风险可能又相对平均掉了 那我查了一下 他的说明 ETF是指被动追踪某一个指数表现的共同基金 老师具体来说ETF到底是什么 好 那其实这么讲其实也不太对 因为被动追踪 事实上ETF现在有主动式的 只是台湾没有 所以我们以台湾的定义来看 刚刚主播说的这样子却是没有错 我们就先不要把问题讲那么复杂 因为怕听众朋友越听越不傻傻 好 那ETF简单说 它就是指数型基金的一种 那所谓的指数型基金 就是我这个基金的表现 就以追踪特定的指数的表现为它的操作目标 好 因为一般的基金就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主动式 一个叫被动式 那被动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指数型基金 它就以追踪特定的指数 好 所以呢 大家在台股当中最熟悉的就是 0050 对 0050 它就是追踪台湾50指数 好 不过大家要弄清楚 台湾50指数是台湾证券交易所所编制的一个指数 所以呢 原大我今天就成立一档基金 我这档基金的基效 就是以台湾50的基效为我追踪的目标 所以也就是大家所谓的0050 可是在台股当中去追踪台湾50指数的 并不是只有0050哦 事实上富邦也出了一档台湾采集50 其实一样是追踪台湾50指数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知名度差蛮多 对 因为0050是台湾第一档ETF 它2003年就成立了 那新进入市场当然会抢得先机嘛 所以富邦在发行的时候 那他当然在知名度上就差很多了 好 不过这也在告诉我们 追踪指数一定不会是一样的方法 要不然大家想如果我今天 元大跟富邦都用一样的方法 那大家绩效是不是要一模一样 如果都一模一样 那请问谁会买富邦 一定不会有人买富邦嘛 那事实上富邦还是有他一定的市占率 这就在告诉我们 富邦他用不同的方法去追踪台湾50指数 因为元大先进 先进场去追踪台湾50指数 所以他用的叫做完全复制法 完全复制法指的是说 我把所有的成分股不但都买进来 而且我要连权重都一模一样 好 所以我们刚刚说 我追踪台湾50指数 那台湾50就是50档台湾最大的股票 好 那就把这50档买进来 而且还要连权重都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们一般最常听到的 追踪指数就是复制指数嘛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ETF或指数 已经都是这么做 尤其我们刚刚说 元大已经这么做了 我富邦再这么做 我一定不会有市场 所以我要用其他的方法 那其他的方法 一般常用的就是所谓的最佳化 最佳化就是我去根据过去的历史资料 我用电脑程式 用既量的方法去过滤 我自己去做一些微调 那我就是要跟元大的做出一些差异性 甚至我可能我的绩效 要比元大要再好一点 因为你元大台湾50的0050去追踪指数 你的绩效一定跟指数一模一样 那我如果稍微做点变动 我就有可能胜过你 我不要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全世界最多人在追踪的S&P500 他有将近100档相关的基金 大家就知道一定是方法都不一样 好今天学了很多时间的关系 只和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 朱月忠助理教授连接到这里 谢谢朱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